其實就是這一段 其實最大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要變動的主要兩個 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它的王子 那總共有7個 所以第一個放第一次的 那它第一次就放在A1 如果再放下一個的話 就把下一個王子給它 然後把它的位置向下追蹤 所以其實我想到一個方法可以向下追蹤 追蹤到之後把它加1就可以了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程式做修改 可以一次全部抓下來 那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那什麼方法呢 首先再來 我們就是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 需要再建一個所謂的這個陣列 這個陣列觀念 那我們做法 我把這個再重寫過一遍好了 首先的話把剛剛下載CSV這一段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把它貼到底下 名稱改一下 改成叫做批次好了 剛剛是下載CSV 那所謂批次就是7次 總共我們要連續把7個東西下載的話 那我需要做一件事 第一個 我先產生一個陣列 那什麼叫陣列 因為我將來需要把這個東西 因為我將來需要把這個東西 不斷地變更 它是這個 它的網址 所以 用什麼方法最簡單 如果你有很多個網址的話 你可以先建一個陣列 那陣列的名稱也許叫 ARRR 等於 後面你需要記一個函數 叫array 那這個array是什麼意思 其實array就是 有點像一個清單 那只是我把這個清單放在記憶體裡面 那這個清單的結構 它一定是 第一個是 第一個就是一個雙引號 一個文字 那第二個 豆點 第三個 假設我們有7個的話 那就是 你裡面就是要放7個像這樣的結構 所以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1 2 3 4 5 6 7 然後 然後分別再把什麼 第一個網址放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去這個地方複製也可以 我因為我剛剛已經把這個清單建在這裡 所以我直接從這邊複製 這邊第一個複製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貼上 那第二個的話 放在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所以總共有7個 那為了避免錯誤 我直接拿那個我剛剛做好的這一段 其實我這邊有貼 array這邊 使用陣列建立清單 那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實在長度太長了 不能做錯 所以我把它Ctrl C 直接把它貼到這邊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建立這個array了 那另外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array的話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的那個編號呢 一定從0開始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要抓 這個array的第一個的話 其實就是 假設我這邊 做一個demo 就是說 如果我要 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我如果執行 假設執行這一段程式 那你會發現 我用編輯裡面有一個叫做 這個 即時運算四窗好了 那如果說我要產生 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一個問號 就print print ar 小瓜 只要這個 第一個空下來 因為我故意把這個 它編號從0開始 那我如果要抓第一個的話 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給它 array1 這個意思代表什麼呢 我要把 這個陣列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來幫我輸出 放在這邊 Enter 你會發現就抓第一個 那如果我array2的話呢 那就抓第二個連結 這個是第二個連結 依實類推 總共七個 所以這個第七個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在底下做一個 敘述就是之前講過的回圈 那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底下再寫一個for i for i 等於什麼 等於 因為要跑七次 等於1到7 Enter兩下 打一個net 你還記得吧 這個前面寫蠻多的 然後呢 我先把這個籤停一下 再把中間這一段程式 with到endwith 放在這個for回圈裡面 然後把這個with 按個tape 讓它下一階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有沒有 for跟net 那這裡的話 有個地方需要變動 哪個地方呢 就是test封號後面這一串 有沒有 這一串 那我必須怎麼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抓上面的這個 and 串接什麼 上面這個 ar 第幾個 第1個 ok 那當它 為1的時候 就抓裡面的第一個 當它為2的時候呢 那就抓第二個 A一直可以推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增加一個array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可以去抓取這裡的第幾個 第一個的話就抓第一個 放在這裡 第一個網址 第二個網址 第三個網址 A一直可以推喔 不過這個地方呢 很容易做錯啦 讓大家試試看 再來的話呢 這個寫完之後的話 它就一次就7個就可以全部下來了 可是還有一個地方 需要注意哪個地方 Distination 欸 它現在是1喔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讓它跑的話 它應該會出現 出現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第二次跑的話 我執行看看會怎麼錯誤好了 它還是照跑 第一個 有沒有 它現在抓第一個檔 但是它抓完第一個檔之後的話 它還是放A1 所以會怎麼樣呢 我印象中它會往右擠吧 有沒有 往右擠 有沒有 所以第一次的話 就變放在右邊了 擠過去了 有沒有 第二次又擠過去了 但是現在已經可以全部跑了 7個連結 只是說呢 還有一個問題 欸 你想說老師 可是我不希望它往 往右邊擠 那你這個時候就要去考慮到這個問題 如何把這個1 變成什麼 向下追蹤 有沒有 跑第一次是1 沒錯 可是如果跑第二次的話 讓它向下追蹤 把它放到最下面去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這個Array很容易做錯啦 所以我就把 剛剛Array這個清單 也許你們可以 先參考這裡 如果你沒有把握 做出正確的 這個Array的話 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把這個 我的陣列 所以陣列是Array 等於什麼一個Array 所以如果你要建議一個 陣列清單的話 那就是用Array 小瓜糊 那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理論上這個第一個應該要放資料 只是我把它控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的編號從0開始 這個陣列它從0開始 那可是一般我們習慣是從1開始 所以我故意這個地方把它控 控掉 OK 但如果你沒有把它控出來的話 那變成這個第一個就要0 所以如果你這個假設 沒有加這個的話 那你的陣列變成你就要forI等於多少 等於0到6 不是1到7 假如說你這邊沒有控這個 雙引號加d號的話 那你的陣列範圍就0到6 OK 可能要特別小心 這個概念 因為這個陣列呢 它比較麻煩 就是它編號不是從1開始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 逐一的取出它的資料 那取完之後當然它會有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Destination這個部分 這個Destination 那它預設是放A1 可是如果說一直放A1 它就把它擠到右邊去 擠到右邊去 那不對啊 我們應該怎麼做比較好呢 應該是 我就想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規則 就是說判斷說什麼 如果當我今天 完全是空白的時候 就類似像這樣 那完全空白的話呢 這裡面 這個儲存殼裡面應該是沒有任何資料 如果 所以我就找一個A1 如果它裡面是空的 那就幫我從1開始放 那假如不是的話呢 反之的話 那就幫我向下追蹤 反正追蹤到哪裡 那我就從那個的下面 加1繼續放 所以喔 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所以我剛剛其實做了幾個事情 後來加了這個 其實原來是漲這樣 我把它恢復回來好了 原來的程式 我把它 這已經改過了 那你會發現呢 我這個地方 本來是 Range的A1對不對 我加了這個邏輯判斷 就這個邏輯喔 那待會我們主要是加這個邏輯 本來是這樣的 另外還有一點喔 就是說你會發現呢 底下的with到endwith 奇怪你說老師為什麼這裡面程式變少了 我跟各位講一下喔 因為錄製去期很多東西 其實根本不需要 哪些不需要呢 其實這個name不用 一直到這些 這些都不用 到哪邊要呢 這個要 這叫什麼 common common是斗點有沒有 common的什麼 delivered 這個這個是說 要不要做 這個斗點分割 要的話呢 那就true 所以喔 其實這些都不要啦 有沒有 然後還有哪裡不要 這個好像space 用space 用space分割要不要 這個其實這一行也不用 因為我們根本不會用到這個參數 所以你會發現啦 其實我刪完的話喔 感覺好像 相對的這個程式就變清爽多了 當然你不刪也沒關係喔 只是我的習慣是 光看到這些程式就覺得 心情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乾脆把它刪掉算了 那這個可以給各位參考 我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刪完的結果 本來是這些喔 刪完的結果 那再來最後的話就是這個啦 向下追蹤 怎麼向下追蹤 特別最好 我都在4回圈裡面 下一行 寫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 假設喔 我現在這個裡面 A1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那我就range A1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A1這個儲存格喔 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幫我檢查一下 這個叫range A1這個儲存格 如果裡面的資料等於空的 空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 then enter兩下 那打一個else 反之的話呢 做什麼事情 enter兩下再打一個endif 這個前面我們寫過 邏輯判斷 那這裡的話我們可以多一個變數 叫r好了 r等於1 為什麼 因為 當 這個 A1裡面沒有任何資料的話 那我 r就是1 將來我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OK 那反之的話呢 反之做什麼 反之r 就等於 如果我已經有放資料的話 那你就幫我向下追蹤 比如說我已經下載一個 那向下追蹤怎麼追蹤 前面好像寫過啦 假設我從range A1 向下追蹤 我們要點end 意思說ctrl 向下的話就刮鬍 刮鬍之後它有方向 那我們就選擇 向下追蹤 就有點像 and有點像ctrl 向下 有沒有 xl down 然後刮鬍 那幫我追蹤它 最下面現在停在哪一列 那就把這個列抓出來 但是我追蹤到的喔 我是要讓它怎麼樣 將來貼一定是它的這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加1 才對喔 OK 如果沒有加1的話 它變成會把最後一列給蓋掉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這個r怎麼樣 放到 e的地方 那放的方法 因為它是一個自串 有沒有 頭跟尾在這裡 所以要串到後面 因為它剛好在 e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我就把e先刪掉 然後andr 這個r 應該不會 就可以了 齁 類似像這樣子 不過我同學可能會比較容易 confuse這裡 1 其實或者你 假如不知道怎麼放r 你也可以用之前講過的方法 有沒有 選取它delete 然後什麼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r 所以結果也是一樣 只是說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and沒有東西 那and沒有東西 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結果也會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 記一下andr 就把這個r怎麼樣 串到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如果當它等於1 那就幫我放在ae 如果它當它裡面 已經有放資料的話 就向下追蹤吧 那我們來跑跑看 所以理論上已經寫完了 那我剛剛其實主要是 增加這個邏輯判斷而已 這個ok 所以我就是先把 底下這個看要不要刪 如果你底下這個不刪 沒關係 直接寫可以 寫在for回線的下面 寫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把r取得之後的話 試試看 那我們來 試給各位看 我這邊設個中段點好了 這邊 讓它跑跑看好了 當它等於1 所以它第一次 會去抓這個什麼 抓第一個下來 那什麼時候會抓 其實就是refresh的狀態 把它抓下來 OK 好 第一個抓下來了 那再來的話 抓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你會發現i等於2 然後呢 這個裡面呢 是不是等於空的 不是喔 不是的話 跑這裡 所以它向下追蹤之後 得到的就是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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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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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所以把它加1 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244 75 有沒有 向下追蹤之後得到244 75 然後加1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資料放過來 放下來 然後一樣嘛 就把它去抓資料 然後切資料 把它抓下來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把第二個資料 就放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看到第二個 那意思類推 再來就第三個 I 再下等於3 那就把 向下追蹤 L追蹤29334 然後向下 Ctrl向下 Ctrl向下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一個一個的 就通通把它跑完 那就 資料 全部 就通通下載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另外我也會把剛剛我寫完的這一段 我剛剛寫完的程式 也已經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三頁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喔